我高手说狗是人类的好朋友 现在几乎有很多人家里都养着宠物 就是狗 因为狗温顺 忠诚 但是不是谁跟狗的相处都那么美好 有些人呢把自己家里的狗惯得不行 可有些人就能把狗管得特别好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工作高手 和狗是最好的朋友 与他同吃同睡 他到底和狗之间是怎样的一种感情 来我们掌声有请他 大家好 你好 附老师 你好 大家好 我是三栋烟台的杨丽霞 我是一名训犬师 这是什么品种 这是玛丽努娃犬 比利斯牧羊犬 智商很高 世界上最优秀的工作犬 您养狗养多少年了 十多年了 十多年 爱狗爱到了什么程度 和家营一样的 他能上床吗 不可以的 他有自己的地方 这什么叫素质吗 素质 对 素质就是你 要喝 你该去的地方 就应该饮去的地方 饮地方 就是饮的地方 他可以上马桶自己撒尿吗 这个不会 但是你给他下 狗音上好多狗 自己坐在马桶上撒尿 但是你给他下口令 大小便他会的 他去哪大小便 不管自哪 执着你的腿他也可以 对 你让他在我这撒尿 他也会 对 这太没素质了 其实要盯点吧 盯点 对 行 我待会找个人 让他到那撒一跑 让他走狗音 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杨黎霞所获得过的荣誉 这条是18年 德国牧羊犬 这个CSV 是德国牧羊犬的比赛 一个APO三级第二名 这三级是APO最高的一个等级 它是我一条母狗 因为今天 他这几天他要当妈妈了 所以带回来了 这个是19年CSV 德国牧羊犬的AGPE的冠军 这是妈妈 这是女儿 他女儿又得冠军了 对 女儿是冠军了 看样子 他的家族很厉害的 看样子这个还是要有种的 对 这有基因 这个呢 这个最大的奖励 这个就是他的 他的 对 这是一个17年 几分榜的总冠军 APO一的总冠军 就是每年要打到三场以上的比赛 才能争夺这个冠军 这个IPO是什么赛 它是一个国职工作权考核的一个大赛 有多少年历史 大概有一百年的吧 一百年历史 对 这种奖杯你有多少个 大概有二十几个吧 每一个奖杯分量都很重要 都很重要 对 如果这里有人跟你动手 他会怎么样 他肯定会攻击你的 他是会咬伤为止 还是要咬伤为止 他是会致死你的反对 吐老师试试 等一会儿 谢谢大家 now 手 回头 哇 对 停 好凶险 这个非常高难度 刚才打到了就会疼吧 对 一 一 一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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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凶险啊 好凶险啊 哎呀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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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 吐 好 好 好 哇 这个真的好难好难 太棒了 哇 可以上四下的 潮汐 你上 我不敢 我们有请陈薇 你看他对我还是很友好 对 你凑近一个试试 好 这个是高山对吧 对 高山 嗨 高山 嗨 高山 我来训练一下可以是吧 对 可以的 他不会 不会的 他不会伤害我 不会 嗨 好不好 不 这次配合一下啊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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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 靠 走直线 靠这边 靠 你真挤不过他 对 他很兴奋的 因为 他以至少得到这个东西 这就是一个掌励 就是工资 他奋斗的目标 奋斗的目标 就是这个东西 梦想 是梦想 这是一个有kpi的狗 果真是职场节目 坐 我的天 坐 坐 坐 哈 挺好 哇 不错呀 真不错 真不错 你要被他挤下去 好 对 就是一个角力 做好就应该角力 挂下 挂下 开心 接下来请徐蕊上来试一试 徐蕊这个高难度 哇 这个刺激 哎 拿着 不要拿着 就是一个铺有的一个把子 哎呦 不 你这一会儿咬错额膜呢 咬错额膜了怎么办呀 啊 小心点啊 徐哥 徐哥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徐哥 你对你的 徐哥 我正仰问你 徐哥 你对你的手 徐哥 你对你的手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徐哥 我正仰问你 徐哥 你的手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徐哥 请你摔下来 真的小心 动作已经不重要了 徐哥 你要我站 保哪只手 徐蕊你站吧 你们脸往后伸掉 哇 这组的空间好大啊 太大了 我的 他的劲儿好大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徐瑞准备好一点 他速度好快 心得要擦 擦一看 好 好 是 里有隔膜 不要死劲儿 四两拨勤劲啊 他一咬你就马上我们出头转 是 里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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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博士啊 学得真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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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 三 二 三 布老师试一下 你试一下 我不是 布老师值得试 可以了 我觉得他很兴奋 好 看人家家的狗 自己的狗不学无术 还经常满地大小便 我家那个科技也要上个课 另一条狗又表演一下 来来 另外一只 这只看上去很凶 对啊 刚才我们所看到的 在这个扑咬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这个助手 用鞭子 这个抽狗 它不是真抽 它是在训练过程当中 必要的一种引导方式 不要认为它是在打狗虐待狗 大家千万别误会 对 工作权 你必须有一定的勇气 给硬夺 咬上瘾以后 你肯定有一个搏斗 如果勇气不够的话 它就会逃跑 它特别像狼 我还真是 我最早的一条狗 它叫什么名字 这个叫杰克 9岁了 老了已经 对 60岁了 60岁了 这是我训练 比段东都大 对 叫他大哥了我得 对对对 狗大哥 老杰克 接下来表演什么 这是一个看守物品 就是坏人要靠近我的东西吧 它会做一个防御的 防御性动作 对 杰克 看守 看守 这个穿的多了 他也怕 他是六亲不认的 这不会浑身咬吧 警告他 这衣服难买的质量真好 这是专业的那个训练服防护服务 看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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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要拿赶紧拿 看守 好乖 好乖 真棒 太慢 太燃了 看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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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那其他的家人们有反对的吗 有 我起步的时候 当时家里也没有钱嘛 我们就把房子给卖掉 就建了我们现在这个训练场地 所以这个起步的确有点很心酸 很心酸 对 我们10年做到12年 基本我们就没有什么收入的 所以就一直在训练自己的狗 刚才那条狗就是我第一条比赛的狗 训练两年以后 那时候我女儿就是出生三个月了 那时候是感觉要做一点东西 12年就带我第一条狗去了昆明 参加了第一次工作权的比赛 去的之前呢 包的目标就是给我姑娘 是百事的时候给她一个礼物 给她一个长杯吧 我们拿到了一个第一次一个全国比赛 拿到了一个全国第三吧 当你获得成绩之后 周边那些反对你的人有没有改变 那肯定有改变了 现在我就是我们村的一个榜样吧 我们就是靠大比赛 获得了成绩以后就会有名气嘛 有名气的就会有更多的客户 送过来训练的 以前你只是喜欢狗 对 是什么时候想过要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份工作 那时候上班嘛也没有机会去养狗 第一次上班以后养了第一条狗是在09年吧 我有一条金毛还有一条边境 那时候我就已经简单的训练 我已经会了 但是第一条金毛 因为重度嘛 重度死掉了 死掉了以后我就带我第一条狗嘛 一个边境啊 就出来专门做训练 就从这开始当成一个职业了 本来就是一个玩 狗死了你应该特别伤心 那那是肯定了 这个劲儿要多久才能还过去 你现在每次每刻都有可能会突然烟 就会伤起来一条狗 就因为它我们才做了训练 如果说训练狗是为了控制狗 不如说控制与被控制 都是硬币的两面 其实不是狗需要我们 是我们需要狗 老杨不抽烟不喝酒 他说他闲下来除了迅狗 他都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所以其实他内心是真正喜欢一样事情 内心十分的饱满 他不会觉得空虚 像老杨这个年纪 有些人可能业余生活都在打打麻将 唱唱歌 做点别的事 刷刷抖音打打游戏 但是他花这么长的时间 每天就围绕着狗 他从中所取得的乐趣 是我们不能体会到的 所以今天请这位工作高手 到节目当中来 只是想告诉大家 当有人说你不务专业 或者是不务正业的时候 你需要做的就是告诉他 这就是我的专业 我能把它做得更好 非常感谢老杨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你好